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让我们的NodeMCU呢同时支持红外还有射频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用两个NodeMCU来实现红外万能红外有空和万能的射频要空了 我之前有两期节目,一期是教大家用这个NodeMCU刷写这个OpenMQTT Gateway这个固件来实现一个万能的红外遥控器 同时呢,还做了一期节目呢,是用这个射频,射频这个芯片实现万能的射频遥控器 这期节目呢,我教大家如何把它整合起来,用一片NodeMCU 就可以同时实现红外万能遥控器和射频万能遥控器 同时呢,他们又是支持红外的发射,红外的接收,还要射频的发射,射频的接收 那么我们需要用到这四个模块,这四个模块都很便宜,几块钱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 然后这个NodeMCU呢,它还是用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OpenMQTT Gateway那个固件 然后我把那个固件呢,重新编译了一下 把这两个功能全都集成到一个固件里了 大家可以去我的博客去下载这个固件 我现在呢,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看电脑这边 我们看电脑这边啊,我们点开发者工具里边有一个MQTT选项 然后MQTT底下有一个监听的工具 这个工具呢,就可以把你MQTT服务器上的消息都监听出来 我们呢,输入一个home杠,然后加一个警号 在监听这个位置,点击开始监听 这个时候呢,我们往下拉一点 我现在拿一个上一期做万能射频遥控器的这个小K 小K门词,射频的门词来给大家演示 我现在把这个射频的门词分开 大家看,MQTT收到了信号 然后他在这个443 to MQTT这个topic上 然后我们把它合上 然后他还能收到另外一个信号 好,那么我现在呢 再给大家用一个红外遥控器做一个测试啊 比如说随便按几个键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电脑这边监听的主题 会有一个IR to MQTT的消息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红外代码和射频代码用到的 抓取这个代码的工具 同样呢,你也可以把它设置到发送的发送端 也可以让发送端去发送相应的代码 来控制你家里的相应的设备 那么我呢,在我的博客里边 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文字版的教程 这篇教程的名字呢 叫Home Assistant使用NodeMCU 通过OpenMQTT Gateway 同时获取射频和红外信号 然后文章也提到了 如果我们只是用NodeMCU做一套红外户 然后又用另一个NodeMCU做一套射频 比较浪费 所以呢 我在这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固件 这个固件呢 下载地址在这儿 这个固件包含了射频和红外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固件来同时实现 红外和射频的万能遥控器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怎样 接线 接线的方法呢 我们看看红外 这里边红外和射频只是提到了 数据端 电源端呢 没有提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NodeMCU这个板子上随便去找 随便找供电就可以 然后我们先看哈 红外接收 红外接收是这个 然后呢 它有两根电源线 一根数据线 电源我插到了这边 然后数据呢 接的是第四 那么大家看我的文章上面 红外接收第四 三幅 这边是三幅的一正一负 然后我们再看红外发射 红外发射呢 接到D0 这条白色的线是发射头的数据 接到D0 同时呢 它还有一正一负 我们接到三幅和负级 射频呢 一个是第三 一个是 接收是第三 射频的接收是这一块 是这一块 第三 第三 第三在这边 是这条紫色的线 然后还有一正一负的电源 我们在板子上随便找三幅的电源 和GND来接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个是发射 发射呢 接的 也是除了电源之外呢 接的这个 我们接到的是RX 好现在就接线完成了 这四个 这四个模块接好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给它刷写 给这个芯片刷写程序了 我们把USB线连接好 USB线跟电脑连接起来 这条USB线 插到电脑的USB口上 然后你听见有一声 USB插入的声音就对了 然后呢 关于关于这个串口的驱动如何安装呢 我在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 再继续的重复了 然后我们点这个开设三难的右键 选择设备管理器 这里面有一个串口 COM和LPT 这个COM6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NodeMCU这个芯片的串口号 我们把这个COM6记住 或者不用记住 一会儿我们的软件也可以把它 正常的扫描出来 首先呢 我们下载这个固件 等这个固件下载好了之后呢 我们下载这个ESP刷写工具 这个工具呢 是一个ESP后目的工具 其实刷新这种NodeMCU ESP8266这种芯片 用这种 哪种工具都是可以用 我们看哈 我们打开这个下载地址 它有Windows64 X86和X640的版本给我们选 根据你的操作系统去选就可以了 我已经下载好了 这里就不再下载了 然后我们把固件解压 我们把固件解压 比如说我把固件放在 放在桌面吧 放在桌面之后呢 我之前下载好这个ESP ESP这个Flash ESP HomeFlash 我们双击这个刷新工具 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下拉菜单 上面第一行出现了COM6 COM6呢 就是我们弄在MCU的通讯端口 然后我们点击查找 我们找到刚才的固件 我们选桌面 这个是 OpenMQTT Gateway IR RF0.9.3 然后我们选择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按 这个Flash ESP这个按钮 这个软件呢 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芯片的擦除 擦除之后呢 它会进行一个重新的程序的收写 我们给它一些时间稍等一下 好了 Flash is complete 有这句话出现的就是我们刷新成功 刷新成功呢 我们拿起这个芯片 最好给芯片断电 再重新插一下 然后我们重新打开这个软件 重新打开这个ESP HomeFlash 还是我们选到COM6 COM6之后 我们这回不选这个固件了 我们点这个Vue Logs Vue Logs呢 会自动的展示出当前这个芯片的日志 如果你的软件没有日志的话 这个NodeMCU上面有这个Reset的这个按钮 Reset这个按钮呢 多按几下 也就是说多重启几下这个NodeMCU 当这个软件上面呢 有一些文字滚出来了 证明你的芯片就已经开始正常工作了 然后呢 剩下就是比较简单了 我们打开这个 无线网络 我们看有一个叫OpenMQTT Gateway的一个WiFi信号 我们选择连接 它的密码呢 在我的网站上面 它的密码叫是itcommander 因为我之前呢输入过 所以它自动记住了 好 当这个WiFi信号已经连接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OpenMQTT Gateway这个WiFi信号连接上之后 它会自动给你弹出来一个配网的界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进行一个配网了 我们点第一个按钮 点第一个按钮之后 我们看 这里面有一些配网的信息 包括上面还有一些WiFi信号名 如果没有你的信号名呢 你再点一下下面这个扫描实战 它会重新再扫描一下 直到出现你们家的WiFi的名称 比如说我现在点这个Smart Home 然后我输入我们家WiFi的密码 这个时候我再定义好 定义好我MQTT服务器的地址 还有MQTT的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你使用我集成出来的固件呢 你可以 剩下的设置都是默认 因为我的MQTT服务器地址就是itcommander.local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换成IP地址 如果你发现不通 你可以把它换成IP地址 然后端口呢 默认 用密码为空 如果你的MQTT使用的是其他位置的 然后并且是有认证的你可以把下面的信息继续填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一下保存 这里有个提示 credential save 证明你的WiFi密码已经被小芯片保存了 小芯片下一次重启呢 会自动的连到你们家的WiFi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软件的界面 看这个串口的日志 最后一条日志叫handle reboot 也就是说这个芯片正在重启 如果他没有自动重启呢 我们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按一下这个reset 按一下这个reset按钮 芯片上的reset 然后大家看啊 这个串口日志的位置啊比较重要 这些信息比较有用 我们还是确认一下啊 我们的红外的发射在GPIO16 接收在GPIO2 然后IR的发射在GPIO3 然后我们看哈 这边有一个connected to broker 然后subscription ok to the subject 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芯片 已经成功连接到我们MQTT的服务器了 这样的话呢 检查完所有的日志 你的这个node mcu 红外加射频的万能遥控器就制作好了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MQTT服务器上收到消息了 并且呢你也可以发送消息给这个芯片 然后这个芯片再把这个 红外代码或者射频代码发射出去 然后具体呢 MQTT的红外接收的topic和这个发射的topic 射频的两个topic都在这里 如果大家使用上面呢还是有一些问题 可以看我之前独立的那两期视频 一期是制作万能红外的遥控器 一期是制作万能射频的遥控器的教程 那两期教程呢 详细的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个MQTT 去接收代码和发送代码 无论是红外还是射频 好那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